凌晨两点半 望月花园 奥米西亚伯爵的寝殿大门被敲响了 敲门声十分的急促 并伴随着内务总管马尔基里充满浓浓道歉的声音 夫人 非常抱歉打断您的安眠 但夏波莱先生带回了非常紧急的军情 自从成为银月宝的主人后 索菲亚 得 奥米西亚的睡眠就变得非常浅 实际上 当房门想到第二声的时候 他就醒了 宝贵的睡眠被打断 怒火正在胸中酝酿的时候 却被军情两个字当场浇灭 他立即坐起身 喊道 艾娃 唯我穿衣 艾娃是他贴身侍女的名字 艾娃已经醒来 但衣衫不整 只穿着单薄内裙就跑了过来 急急忙忙地要为索菲亚穿上正式场合的长裙 夏波莱不是外人 穿变装就行 头发也随便盘下 要快 是夫人 虽然如此 却还是花了一刻多钟 一刻钟后 房门打开 尊贵的奥米西亚伯爵走了出来 而内务总管马尔基里早已公猴在门边 夏波莱再拿 再小会一听 夫人 一个人 一个人来的 是两个人 还带了一个年年轻的助手 我明白了 索菲亚大步走向小会议厅 走到门口后 她对自己忠诚的内务总管道 在门边候着 没我许可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是 夫人 小会议厅并不大 是给亲近人士内部商讨用的 虽然索菲亚十分看不上夏波莱这个侄子 但毕竟是从小带大的 关系也的确非常亲近 进门后 她就房门紧紧关上 繁琐 她看到 夏波莱一脸疲惫地等候在会议圆桌边上 而另一个瘦弱身影则藏在夏波莱身侧阴影里 显得十分不起眼 看到姑妈到了 夏波莱自己攻身行礼 姑妈 深夜打扰 非常失礼 但情况实在太过紧急 双引号 说正事 索菲亚打断了侄子的喋喋不休 并快步坐到圆桌边的椅子上 是 姑妈 夏波莱按着之前演练的套路 接过身侧罗森地过来的图纸 将其展开在圆桌上 姑妈 我们在调查时 意外在月辉镇北边迷宫林的深处 发现了这个冰矮人营地 这是营地的精确复现图 索菲亚看向图纸 就被涂上那连成一片的 长的和坟包式的棚屋给惊住了 下波来继续介绍 根据初步估计 我们推算 这个军营至少存在600的冰矮人武士 和1200多个冰矮人劳工 这些劳工也颇为强壮 只要拿上武器 就是相当可怕的战士 索菲亚仔细看着图纸上的草棚 心中快速莫术 推算 很快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你这个推算还算合理 但过于粗糙 冰矮人武士有很多种 有冰矮武士 尼甲武士 风暴武士 不同的武士需要不同的战术来应对 下波来早有准备 立即道 姑妈 我们仔细观察了军营附近遗留的生活痕迹 发现了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他不断接过罗森手中图纸 一张一张铺在桌面上 索菲亚一张一张看过去 这是熊粪 是巨熊兽王 有巨熊兽王在就一定有尼甲武士 这冰晶纯洁无瑕 里面看不到一个气泡 是法术凝聚的是冰甲武士遗留的痕迹 还有这个 这是岩石上的切痕 光滑如镜 是风暴留下的 镜还有风暴武士 可这怎么可能呢 各种武士分属不同不足 怎么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军营里 下波来耸了耸肩 很明显 出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 这些分散的冰矮人不足达成了同盟 索菲亚脸色越发凝重 沉吟一会儿 她又问 既然在迷宫林深处 那军营的具体位置在哪 刷啦 下波来接过第五张图 却是一张方位地图 相比前几张图 显得十分粗糙 但非常简单明了 姑妈您看 这个圆圈是月灰阵 这片斜交叉代表迷宫林 红线代表我们走过的路径 您看 从月灰阵出发往西北方向走十公里 会有一个小山谷 谷中就住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巨熊兽王 当然 我们击败了他 并从他口中得知了军营的存在 下波来的手指有循着红线一直往东北去 冰矮人很谨慎 这个作为前锋的巨熊兽王都不知道军营的具体位置 但通过军营和巨熊兽王联系的冰焰 我们获知了军营的方位 一路寻找 最终找到了军营的位置 他那短粗的手指在一个血红色三角方块上重重点了下 位置就在这里 通过步伐距离 再除去沿途地形起伏的影响 我们推算出 矮人军营就在月辉镇正北方30公里的一块巨石高地上 说完 他又只找地图上各种符号标记 姑妈 这图的位置总归是姑算 不太精确 加上迷宫林地形复杂 为了辅助任路 我们在沿途定下了很多特殊的路标 其中包括巨石 巨树 地上的石阵等等 而这些路标 都有精确的图像 哗啦哗啦 罗森不断降向硬图纸递过来 下波来一一在桌上展开 这些都是探笔画 画纸上的特殊路标都是写石画风 非常精确 简直就和实物一模一样的那种 索菲亚一一看过去 顿时就对冰矮人营地的具体位置有了清晰的了解 原本空荡荡 满是焦虑的心神 也因为这些异常精确的信息 而有了不少的底气 他不怕明处的敌人 怕的是隐在暗处的杀手 等看完了所有图画 他轻吐一口气 看向这个浪荡的侄子 知觉他今夜的表现十分的陌生 稍稍一想 他就有些明白了原因 他凝视夏波来眼睛 试探问道 夏波来 这些消息 都是你亲自打探来的 夏波来顿时就绷不住了 眼神低垂下去 姑妈 这些都是亲眼看见的 不过后续的分析却是罗森干的 说实话 我就看到了一个军营 索菲亚淡淡一笑 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眼看夏波来面露失望 他画风又一转 个人才能是不能强求的 你能容纳优秀的下属 而不心生极度 这非常的好 这是赞赏了 且是夏波来长大以后 第一次从姑妈嘴里收获 对自己的赞赏 他顿时感觉胸中一出一股滚烫的热流 胸膛不自觉就挺了起来 脸上也不由自主流露出憨憨的笑容 索菲亚立马就看不惯了 轻视道 你看你 一夸就露馅 这浮浅薄的样子 怎么能让手下对你心生敬畏之心 姑妈 干嘛要让人敬畏我呀 大家一起喝酒吃肉玩玩闹 那多痛快啊 索菲亚大怒 抬手一指防门 滚 夏波来想回嘴 结果一看到姑妈那快要喷火的目光 脑子里立即回想起小时候 被十几根树条一起抽打的场面 胆气顿时就消失地无影无踪 走就走 他咕弄一声 就朝门口走去 等他走到门口 又听见身后传来姑妈的声音 马尔基里 带夏波来去好好休息 让加尼亚去伺候他 加尼亚 望月花园里的高级女官 相貌才能都十分出众 从小和夏波来一起长大 小时候是晚半 长大后 就玩到床上去了 夏波来对这个姐姐一直是念念不忘的 奈何被姑妈嫌弃 长大后就难亲方泽 却没想到今夜却能让加尼亚伺候他 顿时 他心中对姑妈怨气全消 满身疲倦也全部消退 走路速度都快了一大截 夏波来走后 小会议厅的门再次关上 索菲亚坐在靠背椅上 一只手撑着脸颊 双眸注视着功力在侧的罗森 看了许久后 说道 夏波来是憨厚真爽的性格 容易轻信 被人利用 你认为呢 罗森心中一领 立即知道伯爵的段位比夏波来高了不知道多少个层次 而他的行为已经触碰到了上位者敏感的权力心 他早有准备 先行学徒礼 然后平静回答 夫人 您的话我只能赞同一半 哦 怎么说 我认为 夏波来先生虽然形势粗糙 但也不乏细腻之处 更有一颗真诚之心 若心存利用心思 能骗他几个月 或者几年 但却骗不了长久 而一旦被他识破 下场必定十分凄惨 索菲亚眸光一闪 你真是这么想的 罗森依旧平静 夫人 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平民学徒 既无家族支持 民间更无声望呼应 事实上 我声名狼藉 最多最多 我也只能在幕后当个博学多才的谋士 但绝对扛不住台前的大风大浪 索菲亚缓缓点头 你小小年纪 却是难得的清醒啊 罗森没有回答 只微微躬身回应 随后 他又从怀里掏出了搜出来的药水 伯爵大人 这就是寿王贩卖的药水 据他所说 这其中蕴含着一个被称为 冰之皇者的一族神的兽化神术 他能将人兽化 而整个月徽阵阵明 包括南爵 神殿主记很可能都已经服用 我见识浅薄 不知道这是的真假 只能带回来交给您来判断 伯爵接过药水细细查看 眉头越皱越紧 最后他高声喊道 马尔基里 马尔基里 忠诚的内务总管立即走进来 夫人 有什么吩咐 马上派人将这些药水送到神殿 把他们亲手交给法奥主记 告诉他 这是寒霜冰皇送给银月宝的礼物 是 夫人 马尔基里拿上药水快速离去 小会一听再次剩下两人 伯爵注视着罗森 这次 你干得非常好 我要奖赏你 说吧 你想要什么 罗森心中微松 但却不敢放松心神 因为每一个法师的心思都十分深沉 而眼前这人 不仅是强大至极的大乐术师 更当了近二十年的银月宝伯爵 在这样的人面前 必须掌握好分寸 学会屈中求职 而该如何求 罗森也早就仔细想过 于是 他轻声说道 夫人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求您解答一些术法上的疑惑 索菲亚脸上顿时浮现笑意 虽然淡 但却发自内心 小家伙 对术法竟这么痴迷吗 罗森笑 而且也是真心笑 夫人 这世上难道还有比术法更有趣的事吗 哈哈哈哈 索菲亚爽朗大笑起来 然后大声赞叹 说得好 她本就十分欣赏这个小学徒的才能 此时更是大声好感 看着眼前这个小家伙 就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而从伯爵这个角度出发 一个极度痴迷法术的法师 就不会对权力产生渴望 因为他既没时间 也没精力 更没兴趣去和人勾心斗角 对这样的人 他可以放心地交付大事 当然 对方现在还太小 也太弱 过上几年 应该就能重用了 至于现在 那就是两个法师之间的对话了 孩子 尽管问吧 我会尽力为你解答疑惑 今天时更 然后不是一小时一更 我会尽可能快递更完 审完稿就传 就不回答应了 你解答疑惊 请不回答应